这就是我的样子 还有点像这样子 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画的啊 我是 自己随便乱来这样子 这一幅是油画吧 这样子 所以老师您没有去上任何外面的 这是我跟我那一半合作的 我本来画了一个火车 但是后来我画不下去了 我觉得火车画得好丑这样子 后来他说那我给你添香蕉 然后再添香蕉树 然后再弄成 弄成还蛮不错的 因为他学美术的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是阿宾哥 没有钱 不要在这个咖啡厅请我吃喝咖啡了 一杯三十五块钱 在宜兰车站的那个旁边 叫美乐地叫melody咖啡厅 他说我们就到宜兰的 中国广播公司宜兰分台 那个广场那个地方 吃吃花生米就好了 就这句话这样子 我觉得他蛮不错的 所以我们认识两个月就结婚了 两个月就结婚了 原配过世之后三年 然后呢就 因为我有恐慌症的关系 照顾原配照顾久之后 就会随时担心他离开 他就开始就有 自力神经失调 有幽闭恐惧症 什么什么我其实都出来了 那么就经常会急诊 因为这个恐慌症就是一种死不了的恐惧症 这样子 但是他跟那个心肌梗塞是很相近 所以经常必须要到这个医院来做这些心电毒药 或者是抽血检查 还有包括X光的这样子照 才确定不是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但是也是一直困扰我 动不动就急诊这样子 他洗症已经洗了三四年了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奇迹 然后呢 因为人器官也随时形成了老化嘛 老化之后呢 就是开始呢 就是血管呢 就是血块呢 就到处滥流 就造成突然的中风 就没办法讲话了 也就变成无法治理 就是好在我们就到了这个三丁总院的这个护理师家 就在那边住了两年 我在那两年呢陪着他 我们的同仁就就去 又说要送稿子 都会看到我这样子 在那两年的时候 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也不是最喜欢做的事情 我常做的一件事情 是摸他的鼻子这边还没有起 因为他这个体力很衰竭 还好我很感激的我外劳的朋友 这样子 我不称他为外劳 他照顾了十二年 所以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也做得很高兴这样子 因为至少就是说 他临走的时候呢 就是他懂得会把手举起来 那个血痒在慢慢往下掉的时候 他的意思就是说 然后抓着他的手就这样慢慢掉下来 然后呢陪着他一直跟他讲话 因为体温还有 一直讲到三个多小时 体温失去体温之后 那就这样子 后来就有同学劝进 刚好有一位同学 也是我们正战学校的女同学 他一直没有结婚这样子 那后来就哎 那我们就就就就就就一起吧 那这样子 就是我们现在蛮义快的 尤其是同学在一起 那就聊的事情很多 这样子 我们长城人三十几周年纪念这样子 啊 三十周年纪念 那是六六六七年前的事了 五年前啊 就是他他就到我们那边去 就问你请他到我们那边去 呃 结果没想到就是他呢就是 呃 一直眼神一直看着我 这样子 对对对对 室友这位是在 对 后来被学长发现了这样 学长说哎 有个女孩子一直偷偷看着你 这样子这是谁 是我母下 他是文天强的这个后代这样 还真的是主持人 结果后来我就我就说哎 那我们我们交个朋友吧 他就相互照顾 他说好啊 以前在学校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他以前是那个眼睛长的 那个头上这样子 后来我们就就就就就在一起 觉得很棒 因为都可以谈过去的这些往事的事情 他也都蛮照顾我的 这样子 他知道我忘东忘西嘛 唯独英文不会忘这样子 这个是这是老师画的 那我我用的这个画呢 这是铅笔画 这个铅笔画画的我呢 在种一个种一个菜 这样子 这就是我的样子 还有点像这样子 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画的啊 哦 我是 我就是自己随便乱来这样子 这这这这这这这一副是油画吧 这样子 所以老师你没有去上任何外面的 没有 这是我跟我那一半合作的 我本来画了一个火车 但是后来我说我画不下去了 我说我觉得火车画得好丑这样子 后来他说那我给你添香蕉 然后再添香蕉树 然后再添香蕉树 然后再弄成 弄成还蛮不错的这样子 因为他他学美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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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